日本富豪譴責有座 繼去年搭乘聯合號上國際太空站 成為時尚首位太空觀光客後 這次他更大手筆 直接買下SpaceX 接下來繞月之旅的所有座位 打算揪團去太空玩 譴責有座表示 SpaceX曾經問過他 如果能帶人上去 會想和誰同行 而他認為從外太空體驗地球的珍貴 相當難得 因此最希望能帶一批知道 怎麼將感受轉化並傳達出去的 藝文工作者 譴責有座的舊團計畫 親愛的月球在九號公開了 一組八人邀請名單 包括來自多國的創作者 舞蹈家及攝影師 知名DJ Steve Aoki 和Big Band前團員T.O.P 都榜上有名 這堂繞月球之旅從發射到返回地球 預計需要八天時間 最快可能會在明年一月之後成行 譴責有座表示 希望受邀的團友們除了開心 每個人也應該要意識到 要將前進月球所得到的寶貴經驗 回饋給地球與人性 但因為他平日時常高調炫富 這個舊團計畫也連帶遭到批評 對此他也大方回應 雖然周團的原因單純 卻也充滿使命感 譴責的太空夢 大概是地表上炫富最高境界 三里新聞 林涵報道